同学们,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向日葵小课堂的课后练习环节了 下面几道题,请同学们一一作答 第一题,负7的绝对值是A7B7C长颈鹿 请作答 好,接下来第二题 以知数据1、3、5、7、9、A的中位数是5 则A等于A5BAC赛罗 请作答 好,下一题 小马的家距离学校有13000公里 小马匍匐前进,97年可以到达学校 如果小马蹲着走,则需要45年 如果小马先蹲着走40年 剩下的路程,小马需要匍匐前进多久才能到达学校 A.10.8年 B.顿角 C.小马也不容易,要不别上学了 请作答 希望同学们认真答题,不要交头接耳 好,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